在天眼的故事裡的葉素 跳了去講太空E和登陸月球的Apollo 11 我們要揭回一會 講回Apollo 11日 離開地球 1021英里的上空 那時 那支推進的火箭 S4b 土星的第3節火箭 和Command Module的那節要分開 我只是講距離 1021英里的上空 那裏不是很遠 分開了 直至 在傳說裡面 Apollo 11 去月球的途中 也有一個UFO似乎是跟著他們的 好了 去到 離開地球 20萬里 距離那時 這個是三天之後 最後 終於在Apollo 11日的太空人 忍不住要問 Houston Ground Control 的Houston 想問的就是 究竟S4b 離開我們有多遠 Houston就答 S4b 離開你們 是6000海里以外 有什麼不妥 他們就understood 不用再 怎麼說話 太空人很聰明 當然 現在我們在 網上看回那麼多 內類的事 他們的訓練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 Fore sure 他們個個都知道 在上面有別的東西 所以 他們大家在 Radio communication 就不可以說 Houston 我看到UFO 他們從來沒有這樣說 那就是說 因為三天之後 答他 S4b其實已經是 1021英里的上空 已經脫離了 離開他那麼遠的海里以外 他們看到的那塊 就不是S4b 大家想想 是不是他們所傳說的 有一塊東西跟著他們 這個故事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我們喜歡留意那次的事件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知道 因為其中有一個太空人 有三個 Armstrong 上集我一定要提他們 Armstrong Bus Aldrin 和 Collins 就是在 這個 commer module 他沒有進去 我說的是 Bus Aldrin 第二個 踏足月球的太空人 他接受最多訪問 可以說是最commercial 他都很樂意 把這個故事 告訴別人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故事 在很多年前 我們香港的Dragon model 做過Bus Aldrin 用他的樣子 來做 你看到後面小的 這個太空人 這個12寸 當然 他的樣子是要收錢的 Bus Aldrin 一向的訪問 都是似是而非地 告訴大家 好像是有些事 甚至乎 環繞火星的那個 魚良仔 我在一些片裏 都提過 這個東西 好像一個 Potato 他說在上面 有一個Monolith 好像有一個 紀念碑 這件事 是似 2001 連太空漫 Space Odyssey Stanley Kubrick 那套戲 講月球 看到的 黑色的板 這樣 都是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這些訪問 其實 只要上網 留意 一定有 不過 第一個 講話 S4B 的脫離 就多些 所以多人知 另外他講 他講的時候 態度 都是 是這樣的 在那裏 有一個這樣的 東西 是他講的 為什麽 Apollo 是去月球 他怎麽會知道 那個月光 Mars 火星 環繞的月亮 會有這樣的 即是說 他都留意這件事 教他們可能在 NASA 他們太空人的群組裏 他們都有提過 或者知道這件事 不過 見到Buzz Audiences 可以跟他講 很多登陸月球的事 但你不可以去挑戰 問他 其實你們有沒有登陸月球 就不要問這些問題 他動手打力 你看 為何要不可以去祝福 你走下雪 我會去祝福 你走下雪 我會去祝福 你走下雪 你走下雪 我會去祝福 你走下雪 我會去祝福 一个死静的世界是什么都没有的 不要说你没有邻居 连所有我们见惯的建筑物也好 什么都完全没有的地方 是静得蚊飞也可能听到的 没有空气 你会觉得怎么样 他们两个人 人类第一次走到月球那里 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怕不怕 似乎从来在访问里面 究竟有没有人问过他们 当然最主要问是Armstrong和Bus Auditance 他们是多辛苦在Spider 这么窄的登陆仓 又要穿衣服 又差点因为衣服是膨胀一点 差点连窗门也捐不到下去 即是出口 他们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就这样 我经常把自己等在他那里 即是外国人叫你等在他的位置上的话 怎会不害怕呢 因为你有什么差错 你离开家里 你看到是远在天边 不是近在眼前 你回不了去 当然会害怕 天眼万马第一百一束六页 就是说他们登陆月球 前后所见的东西 Apollo 11号落到之前 看到很多东西 在我之前的月球上的UFO 某一集里面 也很详细说到Apollo 11号 地面控制叫他看看这里 看看那里 有没有见到什么 那些全部都是如先 其实已经知道 亦都在轨道上 如先要去那里看 在第119页 我那里就画了 在传说里面 Armstrong Eagle has landed 就是降落了之后 仓外面所见的东西 那段英文 当然是说英文 119页就写了出来 这段东西 没有人去证实 因为这些无人去 尤其是官方NASA 怎会跟你证实这番话呢 你走一走去 在地面上接收他们的通讯 在澳洲是接收很快的 是最先的 他们要经过地球 很多个国家的点 才到那里 有人截听到 而是这样说出来 这一个截听 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都是听到别人这样说 究竟是否呢 那我们先说一说究竟是否 要不然 这一个放这些 所谓流电出来的人 他有挺好想头的 他可以说到Armstrong的语气 他不是害怕 他似乎是朝圣地 真的看到他们在山上 在那里看着他们的降落 他说了这番话 传说就是我们 传给我们全地球的人类 所谓live 看到他们降落时说的 第一步踏上月球 什么的支持我们是没有了 所以是没有人证实 但是漫画书里面 我将它画出来 当然是应该的 因为如果它是真的 那怎么办 我的登陆月球在漫画里面 是会拉到 2001 Space Odyssey 这一部电影 隔了这么多年 我没有叫大家去看回这部电影 看过的 好像我那样 69年 之前登陆月球的时候 这部电影是全世界上映的 我们看了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为什么月球会有一块板 这个故事的概念是 阿弗·斯·克拉克写的 他们合在一起 传说他们和NASA是有 无论他们说的 是拍出来的 假的登陆月球 怎么也好 你看到我现在说这件事 好像真和假之间 因为我以前说过 我不说登陆月球是假的 因为如果你说登陆月球是假的 我也有很多这些资料 但是说它是假的话 我们以前说的 他们的mission里面建的 拿回来的 就不成立了 所以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 故事的层面去说它 我想说的 又真又假里面 为什么 在他们都未曾去 登陆月球的时候 这部电影要时间拍的 为什么他会写得到 他们会在 之后的Armstrong降落的地方 和他在电影里面 去找这个版的地方 都是那里来的 这里就叫做 Sea of Trinconity 静海 因为Armstrong和地面控制说 它是Trinconity based Ego has landed 在那里 究竟这个巧合 是一个巧合呢 我不信这是一个巧合 如果2001那部电影 是真正的登陆月球才出的 就顺理成章 但他是在等陆月球之前出的 这部电影 大家拼着想想 究竟在月球的静海上 是否他们需要在这里降落 去找些东西 去证实一些东西 去看一些东西 你想想想 他们只是负责去那里 找要找的东西